大家午安 這裡是事實不查核中心 今天要跟大家澄清關於東京奧運 各大運動項目的相關問題 請問商務艙和經濟艙的階級差異 一開始的問題就有點敏感 說實在的對於商務艙來說 我本人只有經過沒有做過 我們都是 所以對於階級感的感受 我不能說我懂 只能說我窮 但人窮志不窮 努力一點的話還是可以搶到經濟艙的第一排 至少放角的地方比較舒服一點 對我來說可能還是不夠大 但至少我不用再跪坐了 但是經濟艙也分一般經濟艙跟豪華經濟艙 是 還有商務經濟艙 頭等經濟艙以及經濟經濟艙 而且大家同為經濟艙就不要被分化彼此了 對 我們之間其實沒有差這麼多的 說不定都是用同一間廁所的 是的 相信接下來的問題會更集中在運動項目上 請問羽球競賽女子單打規則中 搭乘經濟艙靠窗的分數會比較高嗎 首先沒有這個規則 而且靠窗還是靠走道好也是不一定的 是 當然你可以靠商務艙會是更好 當然 但請大家除了關心座位之餘 也都關心我們的選手 以及關心我們的領隊在幹什麼 剛剛那個是問句 是問句 幹什麼 好的 我們來看看別的運動項目 嚴禁的標槍比賽 標槍投出後到落地之前的這段時間 領隊要做什麼 什麼都不用做 我想可能要逃吧 也不用逃 標槍不會往他那邊飛 是 我們來關心選手 選手這段時間要做什麼呢 是的 好 選手的話 就看 然後等結果 我想也是 因為標槍選手不需要跑累 也不用擔心有人接殺他 標槍是很危險的東西 千萬不要接他 不然很容易中標的 會中標 而且一不小心 如果真的飛到觀眾席的話 你們記得要躲 標槍飛很遠是好事 不過也不要飛到那麼遠 那也不可以偷偷的把他撿回家做紀念 我們這個賽衣感 自己去雜貨店買就可以了 男子跨欄馬拉松可以中途喝水嗎 首先沒有跨欄馬拉松這件事 這樣跨 跨會失去知覺的 跨欄400公尺就很累了 跨欄4萬1000公尺就不算人累了 那不行了 所以也沒有中途喝水這件事情 這個跳上跳下的 他就吐給你看而已 吐出來的 而且他這樣跳 你也沒有辦法遞給他水 你遞給他 他只會下一秒潑出來而已 對 他一直跳 一直潑出來 還沒喝就潑出來 一直潑出來 只會很生氣 你要給他水 結果他只拿到紙杯 這不夠意思嗎 就像你要給他商務艙 他卻只有經濟艙 這也不夠意思的 請問競技體操選手上場前 手上抹的白粉要抹多少呢 那叫煤粉 跟乾煤粉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不會有選手在做回旋動作的時候 把手拿起來填一下 是的 所以不能填的煤粉是什麼呢 而是碳酸煤 它主要是吸收手汗 增加摩擦力 以及止滑用的 所以適量就好了 我不要抹的手心手背滿滿都是 也不是麵包粉 我們要拿去炸 對 那他給吸汗也不要抹全身 他也不是肺子粉 那也不要抹整臉 不是懲罰遊戲 懲罰遊戲是商務艙的回程要做貨倉 自由車公路賽 選手滑手機會被警察開單嗎 不可以 不可以被警察看到 是騎車不可以滑手機 選手難免有時候會需要Google導航 也不至於會迷路 因為賽道都規劃好了 難免你騎車的時候會想要來點 Uber Eats的騎士也不會騎著機車追上你的 所以請選手比賽的時候 專心比賽不要滑手機 可以善用你的Apple Watch 也不用 Hey Sorry 是Hey Siri 請撥打體育協會電話謝謝 他也不會理你的喔 游泳競賽項目 男子200公尺混合式是什麼呢 意思是用挖式碟式 自由式養式來完成比賽 是的 首先是挖式 接下來加上碟式 再加上自由式 最後是養式 非常容易喔 然後是泰式 手勢的部分是重點嗎 接著是分離式 由到人庫分離啦 最後是陳靜式 陳靜式 請不要這樣子 還是要把領隊救上岸 他不會跳下去游的 為什麼台灣沒有報名桌球的5對5團體賽 因為沒有5對5的桌球團體賽 太擠了嘛 5對5就是10個人圍著一張桌子 10個炒墊嗎 不是 你那個殺球的時候 你會一直打到旁邊的隊友 太擠了這個樣子 而且台灣人比較客氣 會不好意思出手 你先請 你先請 先請你幹嘛這樣子 你先請 你把桌上的菜都涼了 你先請 我再重申一次 這不是熱炒墊喔 不是喔 好算我的 這次算我的好不好 算你的 上次算你的 這次當然算我的嘛 哎呀分什麼我的你的 你這樣我要生氣囉 領隊跑掉了喔 是球跑掉了喔 啊真的是人球兩失啦 網球比賽時 強力發球之前 選手的叫聲有什麼限制嗎 只要不要嚇哭 觀眾應該都還好 當然如果裁判已經先哭了的話 你可能就要控制一下 而且詮釋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太煽情的話 就不太適當了喔 這樣就有點太討人厭了 而且呢 十幾點也要注意 就讓人困惑了 冷靜的太快 更讓人覺得驚悚了 如果每一下都叫的話呢 很容易傷身帶的 給我屁股敲高一點 敲高一點 你是在打領隊的屁股嗎 射箭競賽的規則 是蘋果頭部心臟 哪一個比較高分 沒有人會站在前面頭上放蘋果 領隊頭上沒有蘋果嗎 沒有喔 他沒有站在那邊不可以喔 奇異果呢 不是水果種類的問題 海星果 難度越來越高了 不可以喔 正常的把呢 是從中心到外面分數依次遞檢 所以是中間一圈兩圈三圈四圈五圈 領隊 他沒有拿著把 就說很危險了 舉重比賽的最後 選手為什麼都把槓鈴 那麼生氣的用力扔在地上 只是因為很重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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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重 所以說三遍 這麼重 看到這個表情沒有 就是這麼重 所以舉起來就很厲害了 所以呢 在成功完成動作 就要馬上丟下去了 欸 領隊你還好嗎 不要舉領隊啊 請四可兒子啊 拳擊柔道 空手道 跆拳道的運動競賽中 哪一種選手不能使用折疊椅 都不可以喔 折疊椅攻擊只出現在美式摔角 那辦公椅攻擊呢 辦公椅攻擊 大概是出現在立法院或市議會 啊 是 那按摩椅攻擊呢 按摩椅攻擊啊 可能就是搬家工人很生氣的時候 還有 還有領對者到大家 你不可以這樣喔 嗯 你不可以喔 不可以這樣子喔 不可以喔 嗯 對不起 對不起 嗯 折疊天網椅真的 不是品牌的問題 不是品牌 是因為按摩椅都很貴 哦 真的很貴啊 但是我是真的很想要一台 我也很想要一台 是的 那我們今天的事實不查核中心 就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開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